天气越来越冷了 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学会这个做法 简单又营养的番茄君菇豆腐汤 比石头还硬的豆腐切成小块 金针菇切成段 西红柿切成小丁丁 油热下西红柿 加一勺盐更容易炒出沙 每天分享家常菜 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 接着加入一碗长浆水 倒入香菇金针菇切好的豆腐 加一勺鸡精 一圈生抽调味 再淋上适量的水淀粉勾芡 倒入两个公鸡蛋液 推出漂亮的蛋花 最后放上一把香菜 再煮30秒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学会了你也收藏给孩子做起来吧 秋冬季节 我家常做这个白菜豆腐三鲜汤 食材简单鲜美 好喝又营养 首先把大白菜用手撕成块儿 再准备切好的豆腐 锅中油热倒入几个鸡蛋 一面金黄后翻煎另一面 放葱姜丝 再加入滚烫的开水 这是汤底奶白的关键 再把鸡蛋铲成小块 倒入切好的豆腐 扣盖煮8分钟 最后放上白菜 盐鸡精胡椒粉 出锅前再淋点香油即可 有条件的再来点枸杞 白菜豆腐饱平安 喝完全身都暖暖的 我告诉你啊 鸡鱼汤要怎么做才能汤白还不行 今天把爷爷传给我的技术耐心 教会大家 首先要选用一公一亩两条鲜货鱼 处理掉肚子里的黑膜 两面打上花刀 锅里油烧热 放入鸡鱼给它煎定型 煎好一面后翻过来煎另一面 煎至八面金黄 放姜丝料酒去腥 这时候一定要往里加入101度的开水 烧开后汤立马就白了 家里条件好的还可以加两个公鸡蛋 扣盖大火炖10分钟 炖到汤色和牛奶一样白 盐白糖胡椒粉调味 倒入豆腐 孤独5678下 撒点枸杞葱花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基于豆腐汤 像牛奶一样白 然后告诉我 你学会了没 福建人最爱喝的海利豆腐汤 汤鲜肉嫩 天冷了来上一碗别提多好喝了 地利捡的海利 加一勺面粉抓匀冲洗干净 碗中倒入一勺红薯粉 然后放上海利 均匀裹上红薯粉 锅中油热放葱姜炒出香味 再加入滚烫的开水煮开 然后倒入切好的豆腐 再放入裹好的海利 调味加盐和鸡精 胡椒粉 再撒上葱花和芹菜 有条件的再淋上一圈香油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豆腐海利汤 汤鲜味美又好喝 你怎么害怕 老大 reduced 你怎么害怕